大家好 这又有粉丝给我发来了邮件啊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侃爷您好 我收听您的节目有半年多了 刚刚看到您最新的节目 关于北京人开始反抗 对我这个期节目主要讲的旺京 旺京那有的人那个在那个涂鸦的方式啊 说我受够了三年的防疫 是吧因为我住过旺京六年嘛 他说关于啊 您做的北京人开始反抗 这一期节目里边 您提到您的儿子 曾经在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的小学部上学 我之前也是在该学校的小学部 哦那您跟我儿子还是前后脚的啊 应该是前后脚的这种校友啊 嗯这个说我有一些想吐槽的事 说这个首师大附属实验里边有一个老师叫李 他告诉我名字了啊 三个字三个字应该是个女的啊 就姓李吧就姓李吧啊 这个别给人说太明白了 仨字应该是个女的啊 说这个李老师呢 是个视力眼啊 视力眼区别对待学生 那视力眼的老师多了 我刚才说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还被班主任老师打一顿呢 后来过了差不多有四十年左右 然后我们聚会有一个那个通讯录 家长通讯录 那会儿不是有事找家长吗 我一看就我爸那会儿是个工人 剩下的人都是解放军 总政治部的 总参情报部的 石油部的 工人日报社的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的 人家都是那种家庭啊 对吧 他就所以老师敢打我呀 他们敢打总政的孩子吗 打总参的吗 他们不敢啊 对吧 这视力眼啊 欺软怕硬啊 是吧 看人下菜碟啊 您说的这个我特别的 对您啊 咱们能产生共鸣 产生同感啊 同病相连 这个老师区别对待学生 对家里有钱的 富二代学生特别关照 啊 跟您说一个真实的事例 就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和一个男生打架 和一个男生打架啊 啊 我不知道这位是男的女的 他说他跟男生打架 那那 难道您是女生吗 还是男生 我不知道啊 上学的时候和一个男生打架 应该是男生和男生打吧 是吧 啊 这个 然后这个老师就找到我家长和这个学生的家长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说出该学生是独生子 啊 他们家是就就就这么一个孩子 啊 当时我姥姥很生气啊 可能跟姥姥在一起生活啊 劈头盖脸的就把这个老师骂了一顿啊 就是这老师太偏心眼了 太偏袒了啊 所以他老了还爱你老了还挺勇敢的啊 还不错啊 啊 后来这老师就给我穿小鞋啊 处处的刁难我 经常的体罚我 让我罚战啊 叫我家长 就就把你爸叫来 把你妈叫来 把你姥姥叫来啊 叫家长 还动不动就掐我啊 拿手掐 对 有的老师有这毛病啊 掐人 还打人呢 拿脚踹 扇大嘴巴 我看在河北 在山东 在内蒙 在南方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视频啊 对吧 还有的把学生活活打死的都有啊 对不对 河南 河南有一个哥们 上初中的时候被老师打 打得特别凶 后来过了若干年吧 可能二十年左右 这哥们到外地谋生 结果回他们那个河南老家的时候 遇到那个打他的班主任老师了 已经是一个老头了吧 或者叫准老头了 这哥们一时气不过 上去抽了老师几个嘴巴 结果发了视频 传到网上之后 还被当地公安局给拘留了啊 还给拘了几天 是吧 但是他打学生的时候呢 你怎么不拘他呀 是吧 中国就是这么的不平等 就是这么的装孙子 就是这么的不正常的国家 病态国家 是吧 时不时的犯神经病 是吧 就跟最近那个抗疫防疫 对吧 这都神经病 折腾老百姓 拿老百姓不当人 然后还有一多半的老百姓 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 还拥护 觉得很有必要 很好 是吧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个奴隶主和奴才和奴隶们 想到一块去了 这多荒谬的事啊 你不得反抗奴隶主吗 原来那个我什么斯巴达克斯起义 人家古罗马的奴隶都知道造反 都知道争取自己的权益 对不对 然后啊 这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 他这样的人品的老师 居然还能凭上紫禁碑班主任 这可能是个荣誉 紫禁 就是紫禁城吧 是吧 就是那个北京的意思啊 这具体的我不知道 应该是还有一些荣誉 哎呀 这多了 有很多人 你别说这个老师了 就那些当官的 是吧 抢男霸女 贪污腐败 装孙子 比谁都会装孙子 儿媳妇大肚子 那还坐在主席台上呢 对不对啊 最近啊 坎爷 我比较纠结 想请教请教您 就是我现在在澳洲呢 在澳大利亚读大二 大学二年级啊 这个 扩湖非移民专业 对 非移民专业啊 就是澳大利亚有这个技术移民啊 我认识的一个 陕西西安的小伙子 就在西澳洲吧 好像在破斯 西澳洲首府啊 这个 他说我呢 独大二 但是非专业啊 非移民专业 所以他自己认为 不太好移民 那么通过找本地人结婚啊 似乎又不靠谱 说白人不可能看上我 啊 我相貌平平 家里边也没钱 啊 这不一定啊 很多白人 好像人家 如果你是男孩 白人女孩 也没那么视力眼吧 是吧 如果你表现的 很优秀 然后表现的很那个温文尔雅 绅士风度 是吧 那个表现出你很爱这个女孩 也许他愿意跟你结婚啊 我看在油管上 油管上这个 娶老外的也不少啊 有一个东北人在美国 那个开大卡车 娶了一个美国媳妇 也生了两三个孩子吧 现在那个 他那媳妇说的一口 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啊 那个汉语 还有一个那个孔子学校 啊 当然了啊 现在很多这个民主国家 对孔子学校认为是渗透 是文化入侵 是粉饰太平 替专制来那个那个粉饰 就孔子学校 在美国的一个小伙子 是个老师 啊 岁数不大 会会做一手好菜 啊 他那个炒菜炒的不错 也嫁了一个美国白人 不叫嫁吧 叫娶 娶 是吧 娶了一个美国白人姑娘 然后那个 他跟他的岳父母吧 还有小姨子 还有他媳妇 一家子 住在一个二层楼的这种 独栋房子里边 一个house里边 他经常发视频 他有油管频道 给那个 给他那老岳父老岳母 吃完他做的中餐 那个那个美国老头老太太 啊 高兴着呢 包括他那媳妇也吃的胖胖的 是吧 我觉得可以吧 这种跨种族的婚姻 是吧 包括我儿子 我儿子这不也找的西班牙女孩吗 白人 当地的 在一块 已经两年多了 就这个 这个感情 现在没有结婚 但是两年多在一块生活 是吧 这不也很稳定吗 是吧 所以您这个啊 我一定要给您信心 树立信心 你就找白人姑娘啊 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一定要有信心 啊 他说我的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 那还行啊 在中国来说 如果你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 那算是汗烙保收吧 基本上 汗烙保收 铁饭碗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啊 加年薪加起来 俩人也就不到四十万 啊 这三十多万 将近四十万啊 一个人将近二十万 我现在每年留学 差不多就要四十万 啊 你这个 你这个 你留学花这么多钱吗 回家 你我 你每年留学 要花四十万人民币吗 这个我有点 觉得不太能理解啊 不太能理解 是吧 你要花四十万块钱 是吧 你都干嘛了 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澳币 和人民币 好像是一比五点多吧 好像跟新西兰园 都差不多 是吧 这个 那你得 你父母将近八万澳币 是吧 你一年都花了 这个 你过的什么生活呀 是吧 你是在 是在炫耀吗 是吧 是吧 他是什么 是吧 是吧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